雙霞凤干涉与单霞凤绕射 首先先将实验器材架好 实验器材依序是雷射光 双霞凤片与方格纸屏幕 雷射光通过霞凤片后互相干涉 在屏幕上形成像斑马线的亮暗条纹 应用方格纸可以将条纹的宽度测出来 并且找出规律 观察完现象之后 同学们可以试试其他变因 改变霞凤屏幕的距离 条纹有什么变化呢 或者改变霞凤宽度 看看霞凤宽度对条纹有什么影响 试试看绿色雷射光 绿色雷射光的波长不同 条纹有何变化呢 最后将原来的霞凤片改成单霞凤 其他的器材都不改变 请同学们观察 单霞凤绕射图形与双霞凤干涉有何不同呢 不同的雷射光线 条纹是不是也不同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